是朋友也是竞争的伙伴 去实现世界第一的梦想 在身旁紧密无间来帮忙 一起去奋斗一起去成长 不断去击败对手团结一直不退让 去面对黑暗 零件的挑战 战斗吧 暴露战场变形吧 战破进化 赢得大赛去粉碎黑暗 把网络 我的伙伴发射脱落到力量 一路前行 永远去穿 第一届暴龙团队会战即将举办 为了在大赛夺冠 星期四人让暴龙们 进化成一种全新的形态 站立机器人 但有的选手为了取胜 居然用一种黑暗零件来强化暴龙 这些暴龙会因为黑暗零件而暴走 到处破坏城市和伤害人类 为了保护城市 维护大赛公平 星期四人决定阻止他们 最终星期他们能够成功夺冠呢 第十八集 小豪的心事 小豪 走了 快要到决赛了 我们今天也得加紧训练 谢谢你 我有点不舒服 就不跟你们去特训了 对不起 小豪他怎么了 不知道呢 说是身体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 还能跑这么快吗 今天也没能抓住机会跟他聊天 喂 官楼 你懂我的心情吗 喂 你就知道吃 果然东西想得多 肚子也会饿得快 不想太多了 先填饱肚子再说 小豪跑哪去了 他在那 喂 小豪 你们怎么来了 哀 哀 呱 呱呱 爸爸 小豪 呱呱 真是的 你怎么突然就跑掉 身体不舒服吗 呃 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些 哭啊 哭啊 讲故 爸爸 没关系啊 我们不是好伙伴吗 有什么烦恼就应该说给伙伴听啊 其实 我 哭啊 我想和小灵做朋友 啊 啊 小灵 你说的是我们班人气最高的班花小灵 嗯 她坐在我旁边 所以经常见面 嗯 那你直接跟她说就是了 有什么好烦恼的 但人家可是班花呀 我又笨又不帅 人家怎么会愿意和我做朋友 呃 才不是呢 你也有很多优点呢 没错 无论多难吃的食物 都能吃得津津有味的 而且还能很快睡着 这些也可以算是优点吗 哇 叫 哇 哇 总而言之 只要让对方看到你的优点 小灵肯定会愿意跟你做朋友的 要把小猴最帅气的一面展现给小灵看 那就是 暴龙战斗 好厉害呀 我还是第一次在现场看暴龙战斗呢 卡机卡机 这是我们为了决赛进行的特训 谢谢你能过来为我们加油 小猴和小万龙也要加油哦 乖乖 怎么办 小灵他真的来了 不能让他看到我出丑的样子 小猴 不要磨磨蹭蹭的 赶紧开始吧 呃 啊 Frost 战斗要开始了 战斗装天 上了 腕龙 腕位 霸王龙 准备好了吗 哇 复制龙 别冲出去 很危险的 虽然这是为了小豪才开始的战斗 但我可不会让着你 八王龙 进攻 万龙 避开 万龙 种子夹弄炮 小豪可以啊 我 我不会断后腿的 不错 但好戏现在才开始呢 八王龙 再一次使用火拳攻击 八王龙的火焰实在太厉害了 啊 八王龙的火焰实在太厉害了 万龙 用那根石柱攻击八王龙 外龙 趁现在 再次使用种子夹弄炮 赢了 太厉害了 我真的打倒了兴起的傍王龙吗 小猴 再吃什么好吃的吗 你的傍龙是外龙啊 可以和我的复制龙交朋友吗 给 小猴 小心 小猴 无论是什么时候 都不可以大意 傍王龙 火焰冲击 傍王龙 火焰冲 火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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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冲击超级 卡鸡 哇 卡鸡 輸了 彎彎 剛才咪咪已經佔據上風了 小猴 你好帥呀 可是 我輸了呀 但是剛剛小猴救了我的複製龍 小猴果然是一個很愛惜暴龍的人 如果方便的話 你可以說一說關於暴龍戰鬥的事情嗎 我想和他變得更親密 不過之前也沒有戰鬥過 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我和複製龍一開始也是什麼都不懂 但沒有什麼是不能做到的 喂 喂 真的嗎 太好了 首先要提高體力 我給你推薦一家漢堡店 下次我們可不可以去去 做得好 小猴 雖然輸了 但小猴愛惜暴龍的優點 也在剛剛充分展現出來了 我就說嘛 小猴也是有很多優點的 那星奇 你來說說我的優點吧 很喜歡我 我閒事 看到我偷懶的話就會很生氣 跟我媽似的 等等 你是在誇我還是在損我 站住 回來 救命星奇 有什麼煩惱就應該說給朋友聽的 他們三個能理解我的煩惱嗎 下集預告 海悅來小猴家借住一晚 原來是跟父母吵架而離家出走了 海悅父母反對海悅暴龍對戰 覺得會影響他學習 到底海悅能否和父母和好 繼續與夥伴一起暴龍對戰呢 請看下集 海悅的憂慮 在海悅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